望线,何处是归心?第二集,蓝锡尘还是隔三差五来看看蓝湛的备嫁情况,说是备嫁,其实蓝湛在蓝室并没有太多的东西,几件衣服,一柄碧尘,一张琴。 这天蓝湛在静视弹琴,蓝锡尘来了,望纪,你的婚期定了,就在下月初九,听说,江宗主特意嘱咐要定在莲花屋玩婚。 蓝湛停下手中的琴,躬身,多谢兄长告知。 蓝锡尘扫了一眼满桌的琴谱和书稿,对蓝湛说,望纪,我听闻江宗主的渔夫人向来泼辣,平日喜欢使鞭子训人,还好魏公子已在遗陵立府,望纪只需陪同魏公子在莲花屋住上几日,想必只需要稍稍退避,忍让过去就好。 蓝湛放在腿上的手,紧张地捏紧,多谢兄长关怀,望纪知道了。 蓝湛看着蓝锡尘走远,又望向满桌的琴谱和书稿,他知道蓝锡尘是什么样的人,也知道他说这些话的目的不纯,但是他话里的信息,一般都是真的。 蓝湛对未来充满迷茫和恐惧,八月初九,莲花屋一片喜气,虽然只是江家义子成亲,但是各个世家都派人送来了贺礼。 江家扮得隆重,江宗主脸上的喜气也不似作为,让不少世家都开始重新审视这个江宗主义子的地位。 八卦的已经开始悄悄议论,莫非是江宗主的私生子。 蓝湛看着身上过分舒服而不张扬的嫁衣,这个嫁衣乍一看与寻常嫁衣无异,细节多在嫁衣里面,好几处是为了穿着舒适而改良过的。 如果这是他准备的,那他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呢? 蓝湛坐在摇摇晃晃的喜车里,自己的心也一直随着车的快速赶路而怦怦乱跳,紧张地揪着手里的喜怕。 这摇摇晃晃的车就像他面对未来一切未知的惶恐不安,一直带他不停向前奔去,无法回头。 新房定在江家给魏英新化的院子里。 当时,江丰眠原本打算拨个院子给魏英临时迎亲用,谁知长女竟然请求将东院那个仅次于他居住的院子,划给魏英,让魏英以后多回莲花物住住。 江丰眠意味深长地看着自己的长女,颇感欣慰,爽快地映下了。 于夫人不知道从哪里听说了私生子的传闻,又知道江丰眠直接送了个好院子,脸色更沉了。 蓝湛一路颠簸,到了莲花物还没来得及修整,就随着直隐小心翼翼,一步一礼地完成了整个仪式。 当被指引进洗房,魏英用洗干挑开了蓝湛的盖头。 蓝湛这才看见自己前缘的相貌,见他正满是惊艳地盯着自己,有点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。 魏英这才想起自己的目的,温生说道,一路上类了吧,我想着先给你把盖头接了,省得你一直坐着等。 你先休息,桌上备了些吃的。 外面还有宾客,我先去招呼,晚点再过来陪你。 说完,匆匆带上门离开了,蓝湛悄悄松了一口气,看了一眼桌上的食物,心想,他应该是一个温柔体贴的人吧。 看着桌上的食物,他悄悄咽了咽口水,不敢再看。 教他规矩的嬷嬷说了,今日昆泽是不宜进食的。 他说,晚上要想把夫君侍奉好,就要保持纤细的腰肢和芬芳的身体。 因此,给他梳妆打扮的侍从天不亮,就伺候他去泡了花半枣,又在身上细细抹了香膏。 嬷嬷还说,初次逞宠的过程是非常痛苦的,昆泽只可以呻吟撒娇,若是表情痛苦吓到夫君, 可能会就此失宠。 蓝湛一点点想着嬷嬷说的话,深怕遗漏了什么会在今夜惹夫君不喜。 他想,魏英年少有为,深得江家信任,而且生得俊美,又温柔体贴,喜欢他的昆泽,怕事也不会少吧。 自己以后大度一点,尽量不惹他厌弃,就把他对自己的好还给他就行吧。 魏英原本帮着江宗主打理事务,各处奔波, 加上本身好酒,因此几轮敬酒下来,也只稍稍醉了五六分。 因为还惦记着那个揭开盖头惊艳着他的美人, 礼节进了之后,在重宾客盐余的目光中,快步走向新房了。 到了新房门口,魏英又突然停住了, 怕自己迫不及待回来的着急样子唐突佳人。 站在门口,滴滴地调整了呼吸,才轻轻推门进来。 蓝湛坐在床边,看着缓缓走进来的前缘,心跳得有点厉害,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 魏英走到蓝湛旁边坐下,对蓝湛说, 我叫魏英,自无限,以后就让我来照顾你吧。 蓝湛耳根瞬间红了起来,我是蓝湛,自忘记, 魏英绣着这个小昆泽身上传来的淡淡清香, 有点口干舌燥,忘记,时间不早了,我们休息吧。 蓝湛听了这话,多少有点心慌, 在一片空白的脑子里回想,自己该做什么。 对,嬷嬷说,说了这话,就是要伺候夫君脱衣服了。 蓝湛连忙起身,靠近魏英羞怯地说, 忘记伺候夫君更衣。 魏英看着劲得都快贴着自己, 一边害羞,一边生疏地解自己腰带的小昆泽, 他在用最无辜的表情做最致命的诱惑。 魏英只用一伸手就能揽住这个又香又软, 还特别乖巧的小人,他也确实这么做了。 小人短促地惊呼了一声,就被他推到床上了, 这儿,以后这种事情,夫君来就行了。 蓝湛虽然真的特别害怕, 但还是小心地顺从着魏英。 因为这里是莲花屋, 明天一早还要带蓝湛给江宗主和于夫人敬茶, 所以魏英只要了一次就哄着蓝湛睡了。 睡前,魏英看着因为疲惫浅浅睡去的蓝湛, 恋爱地亲了亲她的鬓角, 心想,蓝氏把她交得太乖了。 第二天一早,魏英看着早早醒来的蓝湛, 收拾整理之后, 悄悄给她塞了包点心, 让她先吃, 垫垫肚子。 早上起来, 魏英才发现桌上的东西一点都没动, 有点心疼这小家伙, 昨天一天没吃东西, 今天一早又要跟自己去面对复杂的情况。 时间还很早, 魏英借口有点事情处理, 让蓝湛先吃着等自己, 蓝湛这才安心拿起一块白糖糕放进嘴里。 软软糯糯的糕点, 入口后清甜味在口中化开, 咀嚼之后还有淡淡甜香。 蓝湛这才发现自己好像真的饿了, 她一块一块细细吃着, 才发现一盒都被自己吃掉了。 魏英掐着时间走回新房, 就看见蓝湛吃得满足的笑容, 心情瞬间灿烂起来。 这儿,走吧,咱们去正院给义父义母请安。 魏英带着蓝湛刚走出他们成亲的院子, 就看见江城站在路边, 目光不善地打量着蓝湛。 魏英将蓝湛揽进自己怀里, 对江城笑道, 呦,江城,早啊, 这是你凶嫂蓝湛。 对蓝湛轻声介绍, 这儿,这是江城,莲花物的小霸王。 江城在魏英略带警告异味的目光下, 不甘不愿地见了李。 魏英带着蓝湛走过江城身边的时候, 听见江城嘟囔了一句狐媚子。 魏英沉了脸, 将蓝湛搂得更紧了。 到了正院门口, 魏英只能放开蓝湛, 悄悄在蓝湛耳边安抚道, 别怕, 有我, 按理至先蓝湛半步的距离走在前面。 江丰眠和于夫人到了, 却没有看见江艳离。 江丰眠打量着蓝湛, 内心暗暗赞叹, 清衡军这个孩子, 还真是将他们夫妻俩的外貌优点 继承了个十成十。